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图隆记 第十四回 当道实践中山郎 播讲 东阳 两人走了大半日,方出蝴蝶谷,阳不悔,脚小不短,已走不动了,歇了好一会儿才又赶路,行行歇歇,第一晚便找不到客店人家,一直行到天下。 还是在荒山野岭中乱闯,私下里狼嚎消蹄,只下了杨不悔不住惊哭。 张无忌心下也是十分害怕,见路旁有个山洞,便拉着杨不悔躲在洞中,将他搂在怀里,伸手摁住他耳朵,令他听不见恶受吼叫之声。 这一夜,两个孩子又饿又怕,挨了一碗苦,刺臣才在山中摘下野果吃了。 顺着山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。 行到中午时分,杨不悔突然尖声大叫,指着路边一株大树。 张无忌一看,只见树上飘飘荡荡地挂着两个干尸,吓得忙拉着他转头狂奔。 两人七高八低的,没奔出十余步,脚下石子一半,一起摔倒。 张无忌大着胆子,回头一望,这一下更是吃惊,脱口而出叫道,胡先生。 原来,挂在树上的一个干尸,这时被风吹得回过头来,却是胡青牛。 另一个干尸,长发披肩,是个女尸。 瞧他福色,正是胡青牛的妻子王难姑。 山峰吹动他的身子和长发,更加显得阴气僧僧。 张无忌定了好一会儿神,自己安慰自己。 不怕,不怕,慢慢爬起身来,一步步走近。 果剑挂着的两具尸体,正是胡青牛夫妇,两人脸颊上金光灿燃,各自镶上一朵小小的金花。 张无忌心下恍然,原来,他们还是没能逃出金花婆婆的毒手。 只见山剑中一辆罗车摔得破烂不堪,一桶罗子淹死在溅水之中。 张无忌真正地流下泪来,解开绳索,将胡青牛夫妇的尸身从大树上放了下来。 忽然啪的一声响,王难姑尸身的怀中跌出了一本书来。 实际一看,是一幅手写的抄本,题线上写着《王难姑读经》五字。 翻将开来,书页上满是迎头小凯,密密麻麻地写着诸般读物的读信,使用和化解之法。 除了毒药、毒草等等,各项活物如毒蛇、蜈蚣、蝎子、毒猪,以及种种稀奇古怪的鱼虫鸟兽花土木石,无不俱在。 他随手放在怀里,将胡青牛夫妇的尸身并裂了,捧些石头土块,草草堆成一坟,跪倒拜了几拜,携了杨不回的手,密碌而行。 行出树里后,走上了大路,不久到了一个小市镇,张无忌便想买些饭吃,那只市镇中家家户户都是空屋,近年一个人营也无,无奈只得继续赶路。 但见沿途稻田,近阶归裂,田中长满了荆棘败草,一片荒凉。 张无忌心中慌乱,杨不回能够忍饥不哭,勉力行走,已算是极乖,还能出什么主意。 走了一会儿,只见路边握着几具尸体,杜浮干瘪,双颊伸箭,一箭便知是饿死了的。 越走,这类饿瓢越多,张无忌心下惶恐。 难道什么东西也没得吃,咱们也要这般饿死不成。 行到傍晚,到了一座树林,只见林中有白烟鸟鸟鸟生起。 张无忌大喜,他自离开蝴蝶谷后,一路未见人烟,当下向白烟生起处快步走去。 行到临近,只见两个衣衫蓝绿的汉子围着一锅热气腾腾的废汤,正在锅底添柴家伙。 两个汉子听到脚步声,挥过头来,见到张无忌和杨不悔,脸上现出大喜过望之色。 同时,跳起身来,一人招手道:「小娃娃,好鸡,过来,快过来,你同来的大人呢,他们到哪里去了?」 张无忌道:「就只我们两人,没大人相伴。」 两个大汉相顾大笑,同声说道:「运气,运气。」 张无忌饿得慌了,探头到锅中一看,瞧是煮什么,只见锅中上下翻滚,都是些青草。 一名汉子一把揪过杨不悔,宁笑道:「这口小羊又肥又嫩,今晚饱餐一顿,那是舒服得紧了。」 另一名汉子道:「不错,男的娃娃留着明耳吃。」 张无忌大吃一惊,喝道:「干什么,快放开我妹子。」 那汉子全部理睬,吃得一声,便撕破了杨不悔身上衣服,伸手从蟹子里拔出一柄牛耳尖刀,笑道:「很久没吃这么肥嫩的小羊了。」 提着杨不悔走到一旁,似乎便要宰杀,另一名汉子拿了一只吐蕃跟在后面,说:「羊血丢了可惜,煮一锅羊血羹,味儿才不坏呢。」 张无忌只吓得魂飞天外,瞧他们并非说笑,时事有宰杀羊不悔之意,大叫:「你们想吃人吗,也不怕伤天害敌。」 那手持吐蕃的汉子笑道:「老子有三个月没吃一粒米了,不吃人,还能吃牛吃羊吗。」 生怕张无忌逃跑,过来伸手便揪他头顶,张无忌侧身张开,左手一戴,右掌啪了一下, 郑重他后心要害,他得金毛世王谢逊传授武功秘诀,又自父亲处学的武当长权,这几年中虽然前心医术,没有用功练武,但生平所习所见,竟是最上乘的武功,这一掌奋力极出,便是习武多年的武师,只怕也不亦抵受,何况一个寻常村汉。 那汉子哼了一声,俯伏在地,一动也不能动了,张无忌立即纵身跃到阳部毁身旁,那汉子喝道:「先宰了你!」提起尖刀,便往他胸口插下。 张无忌使朝武当长拳的烟斥士,飞起右脚,正中那人手腕,那人尖刀脱手飞出,张无忌一朝鸳鸯连环腿,左右跟着踢出,直住那人下额。 那人正在张口呼吓,下额被踢着急速和尚,将自己半截舌头咬了下来,狂喷鲜血,晕死过去。 张无忌忙扶起杨不悔,便在此时,只听着脚步声响,又有几个人走进林来。 杨不悔吓得怕了,听见人声,便扑在张无忌怀里。 张无忌抬头一看,邓是宽心,叫道:「是简大爷,薛大爷。」 进林来的共是五人,一个是空同派的简洁,另外是华山派的薛公元,和他们的两个同门,这四个人都是张无忌给治好的。 最后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汉子,貌相威壮,额头齐阔,张无忌却未见过。 简洁哼的一声,道:「张兄弟,你也在这里,这两人怎么了?」 说着手指倒在地下的两名汉子,张无忌气愤愤地说了,最后道:「连活人也敢吃,那不是无法无天了吗?」 简洁横眼瞧着羊不悔,突然嘴角边低下蝉弦,伸舌头在嘴唇上舔了舔,自言自语。 他骂的,五日五夜,没一厘米下肚,尽啃些树皮草根,嗯,细皮白肉,肥肥嫩嫩的。 张无忌见他眼中射出激活,像是头恶狼一般,裂开了嘴,牙齿闪闪发亮,神情甚是可怖,忙将杨不悔搂在怀里。 薛公远道:「这女孩儿的妈妈呢?」 张无忌心想:「我若说姑姑死了,她们更会转坏念头。」 便道:「妓女侠买你去了,转眼便来。」 杨不悔忽道:「不,我妈妈飞上天去了。」 简洁和薛公远等一听两人的话,便知季晓夫已死。 薛公远冷笑道:「买米,周围五百里地内,你给我找出一把米来,算你本事。」 简洁向薛公远打个眼色,两人豁得越挤。 简洁两手抓住张无忌双臂,薛公远左手掩住杨不悔的嘴, 右臂便将她抱了起来。 张无忌惊道:「你们干什么?」 简洁笑道:「凤阳虎赤地千里,大伙儿饿得熬不住了,这女孩儿又不是你什么人,待会儿也分你一份练士。」 张无忌骂道:「你们谎自为英雄好汉,怎能欺误他小小姑女,这时传扬开去,你们还能做人吗?」 简洁大肚,左手仍是抓住他,右手夹脸打了他两拳,喝道:「连你这小畜生也一起宰了,我们本来嫌一只小羊不够吃的。」 张无忌是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击倒两名村汉,甚是轻易,但圣手加满简洁是空同派好手。 一双手上练了数十年的功夫,张无忌给他紧紧抓住了,却哪里挣扎得拖? 协公远的两名师弟娶过绳索,将两个孩子都绑了。 张无忌知道,今日已然无幸,狂怒之下好生后悔,当初时不该救了这几个人的性命,哪料到人心反复,到头来竟会恩将仇报。 简洁大肚,小畜生,你治好了老子头上的伤,就算与老子有恩是不是,你心中一定在痛骂老子是不是? 张无忌道,这难道不是恩将仇报? 我和你们无亲无故,若非我出手相救,你们四人的奇伤怪病,能治得好吗? 薛公远笑道,张少爷,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,都让你瞧在眼里了,传枪出去,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,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,没几口鲜肉下肚,性命也是活不成,你救人就到底,送佛送上天。 再救我们一救吧。 简洁恶狠狠地,猙獰可怕,倒也罢了,这薛公远笑嘻嘻地,阴险很多模样,张无忌瞧得尤其觉得寒心,大声道。 我是武当子弟,这小妹子是峨眉派的,你们害得我二人不打紧,武当武侠和灭绝师太,能就此罢休吗? 简洁一恶,呜了一声,觉得这话倒是不错,武当派和峨眉派的人可真惹不起。 薛公远笑道,这里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,等你到了我肚里,再去向张三丰老道诉苦吧。 简洁哈哈大笑,说道,肚里饿得冒出火来了,你便是我的亲兄弟亲儿子,我也连皮带骨地吞了你。 转头向薛公远的两个师弟喝道,快生火烧汤啊,还等什么? 那两人提起地下的铁锅,一个到溪里去淘水,另一个便升起火来。 张无忌道,薛大爷,那两个人反正已死了,你们渡饿要吃人,吃了他不好吗? 薛公远笑道,这两条死汉子,全身皮包骨头,又老又韧,又臭又硬,天下哪有不吃嫩羊吃老羊的道理? 张无忌自来极有骨气,若是杀他打他,绝不能讨半计饶,但这时身见歹人之手,竟要给人活生生的煮来吃了,不由得张皇失措哀求了几句。 薛公远反而不住嘲笑,哈哈,武当派,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,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地咬来吃了。 张三丰和灭绝老黎知道了,不气死才怪。 张无忌提起大贺,薛大爷,你们既是非吃人不可,就将我吃了吧,只求你们放了这个小妹子,我张无忌死而无怨。 薛公远道,为什么? 张无忌道,他妈妈去世之时,托我将这小妹子去交给他爹爹,你们今日吃我一人,也已够饱了,明日可以再去买牛羊米饭,就饶着这小姑娘吧。 简洁见他凌微不惧,小小年纪尽大有侠义之风,倒也颇为钦佩,不禁心动。 重处道,怎样? 薛公远道,饶了小女娃娃不打起,只是泄露了风声,日后宋远瞧于连州他们找上门来,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。 简洁点头道,薛兄弟说的是,我是个糊涂蛋,从不想想往后的日子。 说话之间,那名华山派弟子提了锅清水回来,放在火上煮汤。 张无忌知道事情紧急,叫道。 不悔妹妹,你向他们发个誓,以后绝不说出今日的事来。 杨不悔迷迷糊糊地哭道,不能吃你啊,不能吃你啊。 他也不懂张无忌说些什么,隐隐约约之间,只知道他是在舍身相救自己。 那气概轩昂着青年汉子,漠然坐在一旁,一直不言不动,简洁向他瞪了一眼,道。 习小舍,想吃羊肉,也得惹一身羊骚气啊。 好似一代,对年轻汉子称为小舍。 那青年道,是,从腰间拔下一柄短刀,说道,杀猪涂羊是我的拿手本事。 横咬短刀在口,一手提了张无忌,一手提了杨不悔,向山西边走去。 张无忌破口大骂,向张口来咬他手臂,却咬不到。 那徐小舍走出十余步,薛公远叫道,徐小舍,便在这儿开锅吧。 那徐小舍回头道,在溪中开膛破肚的好,洗得干净去。 口中咬了刀子,说话模糊不清,脚下并不停步。 薛公远道,我叫你在这儿,便在这儿。 他瞧出,徐小舍神情有些不对,生怕他想独吞,带着两个小孩逃走。 徐小舍低声道,快逃。 将两人在地下一放,伸刀割断了付诸二人的绳索。 张无忌道,多谢救命大恩,拉着杨不悔的手,拔步飞奔。 简洁和薛公远齐声怒吼,纵身追去。 那徐小舍横刀拦住,喝道。 站住! 简洁和薛公远见他横刀当胸,威风凛凛地挡在面前,倒是一争。 简洁喝道,干什么? 徐小舍子,咱们在江湖上行走,奇武弱小,不叫天下好汉笑话吗? 薛公远怒道,饿得急得娘老子也吃。 挥手向两个师弟喝道,快追快追。 张无忌见杨不悔跑不快,将他抱起,他本已人小不短,这么一来逃得更慢了。 简洁和薛公远各挺兵刃,来夹攻那姓徐的汉子。 逗了一阵,简洁刷了一刀,砍中了徐小舍大腿,顿时鲜血淋漓。 徐小舍抵迪不住,突然举起短刀,向薛公远挚去。 薛公远侧身闪避,徐小舍便冲着出去。 简区二人也不追赶,镜子来捉张扬二小。 徐小舍远渊叫道,张兄弟修荒,我去叫帮手来救你。 简区二人上前合围,邓时将张无忌和杨不悔又付诸了。 简洁瞪眼骂道,这姓徐的吃里扒外不是好人,你们怎得跟他做一路。 薛公远道,路上壮大的同伴,谁知他是好人坏人。 他说姓徐,叫什么徐达,你别信他鬼话,天都快黑了,到哪儿去叫帮手去? 一名华山派的弟子道,听他口音是凤阳湖本地人,便叫些乡下人来。 咱们也不怕。 简洁笑道,凤阳府的人,哈哈,哥哥饿得爬也爬不动了,咱们快把这两口小羊煮得香香的,饱餐一顿是正经。 张无忌二次被擒,被打得口鼻轻肿,衣衫都扯破了,怀中银两物品都掉在地上。 他心想,原来这位姓徐的大哥叫做徐达,此人实是个好朋友,只可惜我命在钦刻,不能和他结交了。 一低头,只见一本黄纸钞本掉在地下。 书页随风翻动,正是从王难姑诗身上取来的那部《王难姑读经》。 顺眼往书页上瞧去,只见赫然写着《独军》两个大字。 其后小子响载各种独军的形状、气味、颜色、独信结法,一种又是一种,他心中正乱,哪里看得入脑。 突然间一瞥指尖,指尖左手似无尺外,一段腐朽的树干下生着十余棵草菌,颜色鲜艳夺目,心中一动。 这不知是什么菌,不知有毒无毒。 《独经》上说,大凡毒菌,菌是颜色鲜明,这些草菌若是剧毒之物,不毁妹妹,尚有活命之望。 他这时,也已不想自己求生,反正体内寒毒难除,今日便逃了性命,也不过多活几个月,一意只盼能救得杨不毁。 他坐在地下,移动双脚和臀部,慢慢挨疆过去,转过身来,伸手将那些草菌都摘了下来。 这时,天色已黑,个人饥火中烧,谁也没留心他。 张无忌忽然眼望徐达逃去之处,跳起身来,叫道,徐大哥,你带着人来了,救命,救命。 简洁等信以为真,四人抓起兵器,都跳了起来。 张无忌,乘四人凝视东方,抱罪两步,反手将草菌都投入了铁锅。 简洁等不见有人,都骂。 小杂种,你想疯了,也没人来救你。 薛公远道,开刀了,谁来动手? 简洁道,我宰女娃子,你在那男的,说着一把揪了羊不回。 张无忌道,薛大爷,我口渴得紧,你给我喝碗热汤,我死了,作鬼也不缠你。 薛公远道,好,喝碗热汤打什么紧,便舀碗热汤给他。 热汤尚未送到嘴边,张无忌便大声赞道,好香,好香。 那些草菌在热汤中一熬,却是香气扑鼻。 薛公远早就饿得急了,闻到君汤香气,便不拿去味张无忌,自己喝了下肚,舔了舔嘴唇,道,先得紧,又去咬了一碗。 简洁伸手抢过,大口喝了,兴犹未尽,又喝了一碗。 薛公远和华山派其余两名弟子,也都喝了两碗,酒机之下,两碗热腾腾的鲜汤下肚,均敢说不出的舒服。 简洁还捞起锅中草菌,大口咀嚼,谁也没问草菌从何而来。 简洁吃完草菌,拍了拍肚子,笑道,先打个底儿,再吃羊肉吧。 左手提起羊不回后领,右手提着刀子,张无忌见众人喝着君汤后若无其事,心想,原来这些草菌无毒,不禁暗暗叫苦。 简洁走了两步,忽然叫道,哎哟,身子摇晃了几下,摔跌在地,将羊布毁和刀子都抛在了一旁。 薛公远惊道,简兄,怎么了? 奔过去俯身看使,这一弯腰便再也站不直了,扑在简洁身上,那两名华山派弟子跟着也独发而避。 张无忌大叫,谢天谢地,滚到刀旁,反手直起,将杨布毁手上的绳索割断。 杨布毁颤着双手,把张无忌手掌刺破了两处,这才割断他手上绳索,两人死里逃生,欢喜无限,搂抱在一起。 过了一会儿,张无忌去看简削四人时,直见美人脸色发黑,肌肉扭曲,死状甚是可怖。 信讲,毒物能杀恶人,也就是能救好人,当下将那部亡难姑毒金,真而重之地收在怀内,决意日后好好掩毒。 张无忌携了杨布毁的手,穿出树林,正要密鲁而行,忽见东手火把照耀,有七八人手执兵器,快步奔来,张人二人忙在草丛中躲起,那干人奔到临近,直见当心一人正是徐达,他左手高举火把,右手挺着长枪,大声吆喝。 伤天害理的吃人恶贼,快纳下命来。 众人奔进树林,见捡靴等四人死在当地,无不恶然。 徐达叫道,张兄弟,你没事吗?我们救你来了。 张无忌叫道,徐大哥,兄弟在这里。 从草丛中奔出。 徐达大喜,一把将他抱起,说道,张兄弟,似你这等狭义之人,别说孩童,大人中也是少见。 我生怕你以伤于恶贼之手,天性好有好报,恶有恶报,正是报应不爽。 问其浅薛等人如何中毒,张无忌说了,毒君煮汤之事,众人又都赞他聪明。 徐达道,这几个都是我的好朋友。 他们宰了一头牛,大伙儿正好在黄绝寺中主食,我去一叫便来,但若不是张兄弟机智,我们还是来得迟了。 当下替张无忌一一引荐。 一个方面大耳的姓汤林和,一个英气勃勃的姓邓明玉,一个黑脸长生的姓花明云,两个白净面皮的亲兄弟,兄长无良,兄弟无真。 最后是个和尚,相貌十分丑陋,下巴向前挑出,犹如一柄铁铲相似,脸上凹凹凸凸,甚多斑痕黑质,双目深陷炯炯有神。 徐达道,这位猪大哥,名叫袁璋,眼下在黄绝寺出家。 花云笑道,他做的是风流快活和尚,不爱念经拜佛,整日便喝酒吃肉。 杨不悔见了朱元璋的丑相,心中害怕,躲在张无忌背后。 朱元璋笑道,和尚虽然吃肉,却不吃人,小妹妹不用害怕。 汤儿道,咱们煮的那锅牛肉,这时候也该熟了。 花云道,快走,小妹妹,我来背你。 将杨不悔附在背上,大踏步便走。 张无忌见这干人豪爽快活,心中也自欢喜。 走着四五里路,来到一座庙宇,走进大殿,并闻到一阵烧肉的香气。 无良叫道,熟啦熟啦。 徐达道,张兄弟,你在这儿歇歇,我们去端牛肉出来。 张无忌和杨不悔并肩坐在大殿蒲团上,朱元璋、徐达、汤河、邓鱼七手八脚,捧出大碗大拨的熟牛肉。 无良无真兄弟提了一坛白酒,大伙儿便在菩萨面前欢呼畅饮。 张无忌和杨不悔已饿了数日,此时有牛肉下肚,自是说不出的畅快。 花云道,徐大哥,咱们的教规什么都好,就是不许吃肉,未免有点那个。 张无忌心中一领,原来他们也都是名教的,名教的规矩是石青菜,拜魔王,他们却在这里大吃牛肉。 徐达道,咱们教规的第一要义是行善去饿,吃肉虽然不好,但那是末节,这当儿无米无菜,难道便眼睁睁地瞧着熟牛肉,却活生生的饿死吗? 邓鱼拍手教导,徐大哥的话从来最有见地,吃啊吃啊。 正吃喝间,忽然门外脚步声响,跟着友人敲门,汤盒跳起身来,叫道,哎呀,张园外家中寻牛来了。 只听着庙门被人一把推开,走进来两个挺胸秃度的豪福。 一人叫道,好啊,园外家的大股牛,果然是你们偷吃了。 说是,一把揪住朱元璋,另一个人道,你这剑和尚,金儿贼赃俱在,你还逃到哪里去? 明儿送你到府里,一顿板子打死你。 朱元璋笑道,当真胡说八道,你怎敢胡赖我们偷了园外的股牛,出家人吃素念佛,你赖我吃肉,这不罪过吗? 那豪蒲指着盘剥中的牛肉,喝道,这还不是牛肉? 朱元璋使个眼色,笑嘻嘻地说,谁说牛肉? 吴良、吴真兄弟走到两名豪蒲身后,一声吆喝,抓住两人手臂。 朱元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,笑道,两位大哥,食不相瞒,我们吃的不是牛肉,乃是人肉。 今日既给你们见到,只好吃了两位灭口,以免泄露,吃的一声,将一名豪蒲胸口衣服划破,刀尖带着他胸膛上,献出一条血痕。 那豪蒲大惊,连叫,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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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命。 朱元璋抓起一把牛肉,分别塞在二人口中,喝道,吞下去。 两人脚也不敢脚,便吞了下肚。 朱元璋走到厨下,抓了一大把牛毛,尊别塞在二人口中,喝道,快吞下。 二人直得苦着脸,又吞下了。 朱元璋笑道,你若去跟园外说我秃了他的苦牛,咱们便破肚开膛对质,瞧是谁吃的牛肉,连牛毛也没拔干净。 翻转刀子,用刀背在那人肚幅上一拖,那人只觉冷冰冰的刀子在肚子上滑过,吓得尖声大叫。 吴氏兄弟哈哈大笑,抬脚在两人屁股上用力一脚,踢着两人直滚出店外。 众人放怀大吃,笑骂两名豪谱自讨苦吃,平日仗着张园外的势头,欺压乡人,这一次害怕跑肚对质,绝即不敢向园外说众人偷牛之事。 张无忌又是好笑,又是佩服。 心道,这姓朱的和尚容貌虽然难看,形势却干净爽坏,只得人半点动弹不得,手段好生厉害。 朱元璋等早听徐达说了,张无忌干涉自己姓名相救杨不悔,都喜爱他是个狭义少年,不以寻常孩童相待,尽酒尽肉,当他是好朋友一般。 引到憨处,邓玉叹道,咱们汉人受胡奴欺压,受了一辈子的肮脏气,今日弄到连苦饭也没一口吃,这样的日子,如何再过得下去? 花云拍腿笑道,眼见凤阳府已死了一半百姓,我看天下到处都是一般,与其眼睁睁的饿死,不如跟达子拼一拼。 徐达朗声道,今日人命渐于猪狗,这两个小兄弟小妹妹,险些便成了旁人腹中之物。 普天之下,不知有多少良民百姓成的牛羊,男子和大丈夫不能救人于水火之中,活着也是枉然。 汤河也道,不错,咱们今日运气好,偷到一条蛊牛仔来吃了,明日未必再偷着道,天下的好汉子大都医事不周,难道叫英雄豪杰都去做贼? 个人越说越气愤,破口大马达子害人。 朱元璋道,咱们在这儿千贼万贼这乱骂,又骂得掉鸭子一根毛吗?是有骨气的汉子,便杀鸭子去。 汤河,邓玉,花云,吴氏兄弟等齐声叫了起来,去,去。 徐达道,朱大哥,你这劳圣子的和尚也不用当了,你年纪最大,大伙儿都听你的话。 朱元璋也不推辞,说道,今后,咱们同生同辞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 众人一起拿起酒碗喝干了,拔刀砍桌,豪气甘云。 杨博伟瞧着众人,不懂他们说些什么,暗自害怕。 张无忌却想,太师傅一再叮嘱,叫我绝不可和魔教中人结交,可是常语春大哥和这位徐大哥都是魔教中人,彼此简洁薛公远这些名门正派的弟子,为人却好上万倍了。 他对张三丰向来尽福之极,然从自身的经历而言,确决太师傅对魔教中人不免心存偏见,虽然如此,扔想太师傅的言语不可为傲。 朱元璋道,好汉子,说作便作,这会儿吃的宝宝的正好行事。 张延外驾今日宴请达子官兵,咱们先去揪来杀了。 花云道,妙急,提刀站了起来。 徐达道,且慢,到图下拿一只篮子,装了十四五斤熟牛肉,交给张无忌,说道,张兄弟,你年纪还小,不能跟我们干这杀官造反的勾当,我们这几个人人穷的精打光,身上没半分银子,只好送这几斤牛肉给你,若是我们侥幸不死,日后相见,大伙儿好再吃一顿牛肉。 张无忌接过篮子,说道,但盼各位建立大功,赶尽达子,让天下百姓都有饭吃。 朱元璋,徐达,汤河,邓玉等听的,都拍手再好,说道,张兄弟,你说得真对,咱们后会有期。 说着各挺兵人,出庙而去。 张无忌心想,他们此去是杀达子,若不是带着这个小妹子,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。 他们只有七个人,躺是寡不敌众,张远外加重了达子,和庄丁定要前来追杀,这庙中是不能住的。 于是,晚了一览牛肉,和杨不悔出庙而去。 黑暗中行得四五里,蒙见北方红光冲天而起,火势甚烈,只是朱元璋、徐达等人得手,已烧了张远外的庄子,心中甚起。 当晚,两人在山野间睡了半夜,刺沉又向西行。 两个小孩沿途风霜饥寒之苦,说之不尽,幸好杨不悔的父母都是武学名家,肩天体质壮健。 小小女孩长途跋涉,居然没有生病,便有轻微风寒,张无忌采些草药,随手便给他治好了。 但两人,每日行刑些些,最多也不过走上二三十里,行着十五六天,方到河南省进。 河南境内和安徽也是无多分别,处处饥荒,遍地饿瓢。 张无忌做了一副弓箭,射擎杀兽,饱一天饿一天的,和杨不悔慢慢西行。 幸好途中没遇上蒙古官兵,也没逢到江湖人物。 至于寻常的无赖兼徒,想打呆主义,却哪里是张无忌的对手? 有一日,他跟途中遇到了一个老人闲谈,说要到昆仑山坐望峰去。 这老人双目圆睁,惊得呆了,说道:「小兄弟,昆仑山离这何止十万八千里? 听说当年有唐僧取经,这才去过。 你们两个娃娃可不是发疯了吗? 你家住哪里,快快回家去吧。」 张无忌一听之下,不禁弃举,暗想,昆仑山这么远,那是去不了的了,只好到武当山,去见太师傅再说。 但转念又想,我受人重托,虽然路远,又怎能中途退缩? 我受命无多,倘若不在生死之前,将不悔妹妹送到,便是对不起季姑姑。 不再跟了老人多说,拉着杨不悔的手,便行。 又行的二十余天,两个孩子早已是全身衣衫破烂,面目憔悴。 张无忌最为烦恼的,却是杨不悔时时吵着要妈妈。 见妈妈总是不从天上飞下来,往往便哭泣半天。 张无忌多方辟语开导,说这一路西去,便是去寻他妈妈,又说个故事,半个鬼脸,逗他破题为笑。 这一日过了驻马店,已是秋末冬初,缩风吹来,两个孩子衣衫担保,都禁不住发抖。 张无忌除下自己破烂的外衫,给杨不悔穿上,杨不悔道。 无忌哥哥,你自己不冷吗? 张无忌道,我不冷,热得紧。 实力跳了几下,杨不悔道,你带我真好,你自己也冷,去把衣服给我穿。 这小女孩,陡然间说起大人话来,张无忌不由地一争。 便在此时,呼听着山坡后,传来一阵冰润香较的叮当之声,跟着搅呼声响,一个女子声音叫道, 儿子,你中的我的卫族丧门钉,越是快跑,发作得越快。 张无忌急拉扬不悔,在路旁草丛中扶下,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害飞步奔来,树杖后,一个女子手持双刀,追赶而至。 那汉子脚步踉跄,突然间足下一软,滚倒在地,那女子追到她身前,叫道,终叫你刺在姑娘手里。 那汉子目的跃起,右掌拍出,拨得一声,正中那女子胸口,这一下力道刚猛,那女子扬天跌倒,手中双刀,远远摔了出去。 那汉子扳手从自己背上拔下丧文钉,狠狠地道,取解药来。 那女子冷笑道,这次师父派我们出来捉你,只给卫毒暗器,不给解药,我既落在你手里,也就认命了,可是你也别指望能活命。 那汉子左手一刀尖指住她咽喉,右手到她衣袋中搜寻,果然不见解药。 那汉子怒急,提起那枚卫毒丧门钉用力一致,钉在那女子肩头,喝道。 叫你自己也尝尝未毒丧门钉的滋味儿,你昆仑派。 一句话没说完,背上毒性发作,软垂在地。 那女子想挣扎爬起,等蛙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,又再做到,拔出尖头的丧门钉,抛在地下。 一男一女,两人卧在道旁草地之中,呼吸粗众,不住喘气。 张无忌自从医治简洁薛公元而遭反尸之后,被武林中人深具戒心,这时躲在一旁观看动静,不敢出来。 过了一会儿,只听那汉子长长叹了口气,说道,我苏喜之今日丧命在驻马殿。 仍是不知如何得罪了你们昆仑派,当真是死不瞑目。 你们追赶了我千里路,非杀我不可,到底为了什么? 瞻姑娘,你好心跟我说了吧。 言语之中,已没什么敌意。 那女子瞻春,直到诗门这位读丧门钉的厉害,眼见世将和她同归于尽,已是万念俱灰。 悠悠着道,谁叫你偷看我师父练剑? 这卤昆仑洞两一剑,若不是她老人家亲手传授,便是本门弟子偷巧了,也要遭弯木之刑。 何况你是外人? 苏喜之啊了一声,说,他骂的该死,该死。 瞻春怒道,你死到临头,还在骂我师父。 苏喜之道,我骂了便怎样,这不是冤枉吗? 我路过白牛山,无意中见到你师父使剑,觉得好奇,便瞧了一会儿。 难道,我瞧的片刻,便能将这路剑法学去了? 我真有这么好本事,你们几名昆仑子弟,又奈何得了我? 瞻姑娘,我跟你说,你师父铁钦先生太过小气,别说我没学到这昆仑两一剑的一招办事,就算学了几招,那也不能说是犯了死罪啊。 瞻春默然不语,心中也暗怪师父小提大作,只因发觉苏喜之,抠看使剑,便派出六名弟子千里追杀,终于落到跟此人两败俱伤。 心想事到如今,这人也已不必说谎,他既说并未偷学武功,自是不假。 苏喜之就道,他给你们未读暗器,却不给解药,武林中有这个规矩吗? 他妈的! 瞻春柔声道,苏大哥,小妹害了你,此刻心中好生后悔,好在我也陪你送命,这叫做命该如此。 只是,累了你家大嫂和公子小姐,实在过意不去。 苏喜之叹道, 我女人已在两年前身故,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,一个六岁,一个四岁。 明日,他们便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。 瞻春道,你府上还有谁啊,有人照着孩子吗? 苏喜之道,此刻有我嫂子在照看着,我嫂子脾气暴躁,为人刁满,就只对我还记着几分,唉,今后这两个娃娃,可有的苦头吃了。 瞻春低声道,都是我做了孽。 苏喜之摇头道,那也怪你不得,你奉了师门严令,不得不遵,又不是自己跟我有什么冤仇。 其实,我中你的卫毒暗器,死了也就算了,何必再打你一仗,又用暗器伤你,否则,我以实情相告,你良心好,必能设法照看我那两个苦命的海啊。 瞻春苦笑道,我是害死你的凶手,怎说得上心好? 苏喜之道,我没怪你,真的,并没怪你。 事才两人拼命恶斗,这时,君自知命不久长,留恋人事,心中便具有人善意。 张无忌听到这里,心想,这一男一女,似乎心地不恶,何况那性宿的家中尚有两个孩儿。 想起自己和杨不悔身为孤儿之苦,便从草丛中走了出来,说道。 瞻姑娘,你丧门钉上喂的是什么毒药? 苏喜之和瞻春突然见草丛中钻出一个少年,一个女孩儿,一觉奇怪,听着张无忌如此询问,更是惊讶。 张无忌道,我粗通一礼,两位所受的伤毒未必无救。 瞻春道,是什么毒药? 我可不知道,伤口中奇痒难荡。 我师父说道,中了这藏门钉后,只有四个时辰的性命。 张无忌道,让我瞧瞧伤身。 苏这二人见他年纪气小,又是衣衫破烂,全身污秽,活脱是个小叫花子,哪里信他能治伤毒? 苏喜之粗声道,我二人命在钦刻,小孩儿,快别在这儿裸早,给我走得远远的吧。 张无忌不去踩他,从地上拾起上门钉,拿到笔边一闻,闻到一阵淡淡的兰花香。 这些日来,他途中有辖,便翻读《王难姑所遗》的那部《毒经》,与天下千奇百怪的《毒物毒药》已莫不了然于胸,一闻到这阵香气。 即至丧门钉上,为的是青陀螺花的毒质。 《毒经》上言道,这花质原有腥臭之气,本身并无毒性,便喝上一碗,也丝毫无害,但易经和鲜血混合,却生剧毒,同时腥臭转为清香。 说道 这是为了青陀螺花之毒 詹春并不知丧门钉上喂的是何毒药,但师父的花铺中种有这种奇花,他却是知道的。 其道 咦,你,你怎知道? 要知青陀螺花是极罕见的毒花,源出西域,中土向来所无。 张无忌点了点头,说道 我知道 携了杨不回的手,道 咱们走吧 詹春忙道 小兄弟,你若知智法,请你好心救二人一命。 张无忌原本有心相救,但突然想到,简洁和薛公元,要吃人肉食那宁恶的面貌,不由得除除。 苏西知道 小相公 在下 有眼不识高人,请你莫怪。 张无忌道 好吧 我试一试看 取出金针,在詹春胸口善中穴及肩膀左右缺盆穴刺了几下,先指住他胸口掌上的疼痛,说道 这青陀罗花,鉴且生毒,入腹却是无碍。 两位先用口相互瞬弃伤口,只血中绝无凝结的细微血块为止。 苏西之和詹春都颇觉不好意思,但这时性命要求,伤口又在自己瞬弃不道的兼备之处,值得轮流替对方吸出伤口中毒血。 张无忌在山边采着三种草药,嚼烂了替二人扶上伤口,说道 这三味草药能使毒气暂不上宫,疗毒却是无效,咱们到前面市镇去寻到药店,我再给你们配药疗毒。 苏斋二人的伤口本来养得难过之极,扶上草药瞪觉清凉,同时四肢也不再麻软,当下不住口地撑信。 二人各扯一根树枝作为拐杖,撑着缓步而行。 湛冲问起张无忌的师称来历,张无忌不愿细说,只说自幼变动一礼。 行了一个多时辰,到了沙盒店,四人投店歇宿。 张无忌看着药方,苏西之便命店办去抓药。 这一年,一夕一代未受天灾,虽然蒙古官吏横暴残虐,和别地无盛分别,但老百姓总算还有口饭吃。 沙盒店镇上店铺开市如常,店办抓了药来,张无忌把药煮好了,喂着苏西之和詹春服下。 四人在客店中住着三日,张无忌每日变换药方,外敷内敷,到了第四日上,苏湛二人身上所重剧毒已全部驱除。 二人自是大为感激,问起张无忌和杨不悔要到何处,张无忌说了昆仑山坐望峰的地名。 詹春道:「苏大哥,咱两人的姓名,是蒙这位小兄弟救了,可是我那五个师兄却仍在到处寻你,这件事情还没了结,你便随我上昆仑山走一遭,好不好?」 苏西之吃了一惊,道:「上昆仑山?」 詹春道:「不错,我同你去半剑家师,说明你确实并未学到昆仑两一剑的一朝半事,此事若不得他老人家原诱,你日后总是祸患无穷。」 苏西之心下啄恼,说道:「你昆仑派推也欺人太盛,我只不过多看了一眼,累得险些进入鬼门关,该放手了吧。」 詹春柔声道:「苏大哥,你替小妹想想这中间的难处,我去跟师父说,你确实没学到剑法,那也没什么,但我那五个师兄倘若再出手伤你,小妹心中如何过意地去?」 他二人出生入死地共处数日,相互以生情义,苏西之听了他这软语温存的说话,胸中气恼瞪是消了,又想,昆仑派人多势众,给他们阴魂不散的禅上了,免不了还是将性命送在他们手里为止。 詹春见他沉吟,又道:「你先陪我走一遭,你有什么要紧事,咱们去了昆仑山之后,小妹再陪你一遭去办如何?」 苏西之喜道:「好,便是这般着,只不知尊师肯不肯信?」 詹春道:「师父素来喜欢我,我苦苦相求,量来不会对你为难,这件事一了结,小妹还想去瞧瞧你的少爷小姐,免得她两个小孩受你嫂的欺负。」 苏西之听他这般说,鲜有以身相许之意,心中大喜,对张无忌道:「小兄弟,咱们都上昆仑山去,大伙儿一起走,都上也有个伴儿。 詹春道:「昆仑山脉绵延千里,不知有多少山峰,那坐望峰不知坐落何处,但我们昆仑派要在昆仑山中找一座山峰,总能找到。」 此日,苏西之雇了一辆大车,让张无忌和杨不回乘坐,自己和詹春乘马而行。 到了前面大阵上,詹春又去替张无忌和杨不回买了几套衣衫,把两人换得焕然一新。 苏扎二人见这对孩子喜目唤仪之后,男的英俊,女的秀美,都大声喝起采来。 两个孩子直到此时,使勉长途步行之苦,吃得好了,身子也渐渐风雨起来。 渐行渐息,天气一天朗似一天,沿途由苏西之和詹春两人召开,一路平安无事。 到的西域后,昆仑派势力雄强,更无丝毫阻碍,只是黄沙扑面,寒风透骨,却也着实难熬。 不一日,来到昆仑山,三圣澳,但见遍地绿草如锦,到处果树香花,苏西之和张无忌万想不到,在这荒寒之地,竟然有这般好地方,都甚是欢喜。 原来,那三圣澳四周都是插天高山,挡住了寒气。 昆仑派,自昆仑三圣合族道以来,历代掌门人于七八十年中花了极大力气整顿这个山傲,派遣弟子东至江南,西至天竹,搬以奇化艺术前来种植。 湛春带着三人,来到铁琴先生何太冲所居的铁琴居,一进门,只见一众兄弟姊妹均深有忧色,只和他唯一点头,便不再说话。 湛春心中嘀咕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拉住一个师妹问道,师父在家吗? 那女弟子尚未回答,只听何太冲暴怒咆哮的声音从后堂传了出来,都是饭桐,饭桐,有什么事叫你们去办,从来没一件办得妥当,要你们这些农包弟子何用? 跟着拍桌之声震天驾响,湛春向苏细之低声道,师父在发脾气,咱们别去找丁子碰,苗再来。 何太冲突然叫道,是春儿吗?鬼鬼祟祟的在说什么?那信苏小贼的首级呢? 湛春脸上变色,强步走入了内厅,跪下叩头,说道,弟子拜见师父。 何太冲道,差你去办的事怎么样了?那信苏的小贼呢? 湛春道,那信苏的便在外面,来让师父磕头请罪。 他说,他不懂规矩,却是不该观看师父饰演剑法。 但本派剑法精微奥妙,他看过之后,只知道这是天下无双的高明剑术,但道体好在哪里,却是莫名其妙,半点儿也领会不到。 他跟随师父日久,知他武功上极为自负。 因此,说苏习之极力称欲本门功夫,师父一高兴,便可饶了他。 若在平时,这顶高帽何太冲势必轻轻受落,但今日他心境大为烦躁,哼了一声,说道,这件事你办得很好,去把那姓苏的关在后山石屋中慢慢发落。 瞻春见他正在气头上,不敢出口相求,应道,是,又问道,师母们多好,我到后面磕头去。 何太冲共有妻妾五人,最宠爱的是第五小妾,瞻春为求师父饶恕苏习之,便想去请这位武师母带下说辞。 何太冲脸上忽显七侧之色,长叹了一声,道,你去瞧瞧五姑也好,她病得很重,你总算赶回来,还能见到她一面。 瞻春吃了一惊,道,五姑不舒服吗,不知是什么病? 何太冲看到,知道是什么病就好了,你叫了七八个算是有名的大夫来看过,连什么病也说不上来,全身浮肿,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,肿得,唉,不用提了。 说着连连摇头,又道,说了这许多徒弟,没一个管用,叫他们到长白山去找千年老山人参,去了快两个月了,没一个死回来,要他们去找雪莲、守屋等救命之物,各个空手而归。 瞻春心讲,从这里到长白山万里之遥,哪能去了几回,到了长白山,也未必就能找到千年人参啊。 至于雪莲、守屋等起死回生的真意药物,找仪式也不见得会找到,一时三刻,哪能要有便有? 直到师父对这小气,爱如性命,眼见他病重不治,自不免迁怒于人。 何太冲又道,我以内力视他经脉,却是一点异状也没有。 哼,无辜若是性命不保,我杀尽天下的庸医。 瞻春道,弟子去望望他。 何太冲道,好,我陪你去。 师徒俩一起到了五姑的卧房之中,瞻春一进门,扑鼻便是一股药气。 揭开杖子,只见五姑一张脸肿得犹如猪八戒一般,双眼深陷肉里几乎睁不开来,喘气甚急,像是扯着风箱。 这五姑本是个美女,否则何太冲也不知为他如此着迷。 这是疑病之下,变成如此丑陋,詹春也不禁大为叹息。 何太冲道,叫那些拥医再来瞧瞧。 在房中服侍的老妈子答应着出去。 过了不久,只听着铁链声响,进来七个医生。 七人脚上既有铁链,给锁在一起,形容憔悴,神色苦恼。 这七人都是四川、云南甘肃一带最有名的医生,被何太冲派弟子半请半拿的捉了来。 但七位名医见解各不相同,有的说是水肿,有的说是重邪。 锁开了药方侍服之后,没一张管用,五姑的身子仍是日肿一日。 何太冲一怒之下,将七位名医都锁了,宣称五姑若是不治,其个庸医,这时名医已改称庸医,一起推入坟中寻葬。 七名医生出尽了全身本事,却治得五姑的身子越来越肿,自知性命不保,但每次会审总是大声争论不休,只摘其余六名医生。 说五姑所以病重,全是他们所害,与自己无色。 这一次,七人进来,诊脉之后,三言两语便又争执起来。 何太冲忧极恼怒,大声可骂,才将七个不知是名医还是庸医的声音压了下来。 詹春心念一动,说道,"师父,我从河南带来了一个医生,年纪虽然幼小,本顶却比他们都高些。 何太冲大喜,叫道,"你何不早说,快请快请。 每一位名医出道,他对之都十分恭敬,但名医一变成庸医,他肯一点也不客气了。 詹春回到厅上,将张无忧带了进去。 张无忧一见何太冲,认得当年在武当山第一次父母的诸人之中,便有他在内,不禁暗暗恼恨。 但张无忧鸽着这四五年,相貌身材均已大变,何太冲却认他不出。 见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,见了自己进步磕头行礼,侧目斜视,神色间甚是冷翘,当下也不暇理会。 问詹春道,"你说的那位医生呢?" 詹春道,"这位小兄弟辨识了,他的医道精湛得很,只怕还胜过许多名医。 何太冲哪里相信? 说道,"胡闹胡闹。 詹春道,"弟子种了青陀罗花之毒,便是得他治好的。 何太冲一惊,心想,"青陀罗花的花毒,不得我独门取药,重厚必死,这小子居然能治,倒有些邪门。 向张无忧打量了一会儿,问道,"少年,你真会治病吗?" 张无忧想起父母惨死的情节,本来对何太冲心下暗恨,可是他天性不易记仇,否则也不会啃着简洁等人治病,也不会给昆仑派的詹春疗毒了。 这时,听何太冲如此不客气地询问,虽敢不快,还是点了点头。 他一进房,便闻到一股古怪的气息,过了片刻,便觉这气息忽浓忽淡,甚是奇特。 走到五姑床前瞧瞧他脸色,暗暗他双手迈袭,突然取出一根金针,从他肿得如南瓜般的脸上刺了下去。 何太冲大师以惊,何道,"你干什么?" 但要伸手抓张无忌时,见他已拔出金针,五姑脸上却无血液浓水渗出,何太冲五根手指离张无忌背心不及半尺,硬生生地停住,只见他将金针凑近鼻端一锈,点了点头,心中生出一丝指望,道,"小,小兄弟,这并有救吗? 以他一派之尊,居然叫张无忌一生小兄弟,可算得客气之极了。 张无忌不答,突然爬到五姑床底瞧了一会儿,又打开窗子,查看窗外的花圃。 呼着从窗中跳出,走进去观赏花卉。 何太冲宇宠爱五姑,他窗外花圃中所种的君士珍奇花卉。 这时,见张无忌行动怪异,自己心如油肩,盼他立即开放用药。 治好五姑的怪病,他却自得其乐地赏起花来,叫他如何不怒。 但于束手无策之中,呼漏一线光明,终于强忍怒气,却以满点黑气,无助地呼呼喘气。 只见张无忌看了一会儿花草,点点头,若有所悟,走进房来,说道,"病是能治的,可是我不想治。 詹姑娘,我要去了。 詹春道,"张兄弟,倘若你治好了五姑的疾病,我们昆仑派上下岂赶你的大德,这一定要请你治一治。 张无忌指着何太冲道,"彼此我爹爹妈妈的人中,这位铁琴先生也有份,我为什么要救他亲人的性命? 何太冲一惊,问道,"小兄弟,你贵姓,令尊令藏是谁?" 张无忌道,"我姓张,先父是武当派的第五弟子。 何太冲一领,原来他是张翠山的儿子,武当派着实了得,他家学渊源,料来必有些百事。 当即惨然常叹,说道,"张兄弟,令尊在世之时,在下和他甚至交好, 他自吻身亡,我痛惜不止。 他为了救爱妾的性命,便信口胡吹。 詹春也帮着师父袁晃,说道,"令尊令藏死后,家师痛哭了几场,常跟我们众弟子说,令尊是他平生最交好的良友。 张兄弟,你何不早说,早知你是张无侠的令郎,我对你更要加倍相近了。 张无侠半信半疑,但他生性不易记仇,便道,"这位夫人不是生的怪病,是中了金银血蛇的蛇毒。 何太冲和詹春齐声道,"金银血蛇?" 张无侠道,"不错,这种毒蛇我也从来没见过,但夫人脸颊肿胀,金针探后,针上却有檀香之气。 何先生,请你瞧瞧夫人的脚,十根足指的指尖上可有细小齿痕。 张无侠忙掀开五姑身上的棉被,宁目看她的足指时,果见每根足指的尖端都有几个紫黑色齿痕,但细如米粒,若非有意找寻,绝即看不出来。 何太冲一见之下,对张无忌的信心陡增十倍,说道,"不错,不错,当真每足指上都有齿痕,小兄弟实在高明,实在高明,小兄弟既知病缘,必能疗治,小妾病语之后,我必当重重酬谢。 转头对七个医生和老,什么风寒中邪,阳虚阴亏,都是胡说八道,他足指上的齿痕,你们七只大饭桶怎能瞧不出来? 虽是骂人,语调却是喜气洋洋。 张无忌道,"夫人此病,本甚其特,他们不知病缘,那也难怪,都放了他们回去吧。 何太冲笑了,"很好,很好,小兄弟大驾光临,再留这些庸医在此,不是惹人烦吗?" 春儿,每人送一百两银子,叫他们各自回去。 那七个庸医死里逃生,无不大喜过望,急急离去,生怕张无忌的依法不灵,何太冲又把这个小庸医跟自己锁在一起,要八名大小庸医,齐为他爱妾寻葬。 张无忌道,"请叫仆妇搬开夫人卧床,床底有个小洞便是金银血蛇出入的洞穴。 何太冲不等仆妇动手,右手抓起一只床脚,单手便连人带床,一起提开。 果见床底有个小洞,不禁又喜又怒,叫道,"快去硫磺烟火来,熏出毒蛇,斩他个千刀万剑。 张无忌摇手道,"使不得,使不得,夫人所中的蛇毒,全掌这两条毒蛇医治,你杀了毒蛇,夫人的病便治不来了。 何太冲道,"原来如此,中间的原尾道要请教。 这请教两字,自他夜诗逝试,今日是第一次再出于他口。 张无忌是这窗外的花圃道,"何先生,尊夫人的疾病,全由花圃中那八株灵芝兰而起。 何太冲道,"这叫做灵芝兰吗? 我也不知其名,有一位朋友知我性爱花草,从西域带来了这八盆兰花送我。 这花开放时,有檀香之气,花朵的颜色又极娇艳,想不到尽是祸胎。 张无忌道,"据书上所在,这灵芝兰奇尽如囚,颜色火红,囚禁中含有剧毒,咱们去觉起来瞧瞧,不知是也不是。 这时,众弟子均已得知有个小大夫在治五师母的怪病,男弟子不便进房,詹春等六个女弟子都在旁边。 听着张无忌这般话,并有两个女弟子拿着铁铲,将一株灵芝兰绝了起来,果见土下的囚巾色翅如火,两名女弟子听说金中含有剧毒,哪敢用手去碰。 张无忌道,"请各位将八枚囚巾都掘出来,放在吐蕃之中,加入鸡蛋八枚,鸡鞋一碗,捣烂成糊,捣药时悟请小心,不可见上鸡肤。 詹春答应了,自和两名师妹同去办理,张无忌又要了两根持续长短的竹筒,一支竹棒放在一旁。 过不多时,林志兰的囚禁已捣烂成糊,张无忌将要糊倒在地下,围成一个圆圈,却空出一个两寸来长的缺口。 说道,"待会儿见到异状,各位千万不可出声,以免毒蛇受到惊吓,逃得无影无踪,各位去取些干草、棉花塞住鼻孔。 众人一言而为,张无忌也塞住了鼻孔,然后取出火种,将林志兰的叶子放在蛇洞前烧了起来。 不到一盏茶时分,只见小洞中探出一个小小蛇头。 蛇身血红,头顶却有个金色肉罐,那蛇缓缓爬出,尽是声有四足,身长月磨八寸。 跟着洞中又爬出一蛇,身子略短,形象一般,但头顶肉罐则作银色。 何太冲等见了这两条怪蛇,都是屏息不敢作声。 这种异象毒蛇,必有剧毒,自不必说,众人武功高强,倒也不惧,但若将之惊走了,只怕夫人的恶机难治。 只见两条怪蛇伸出蛇蛇,护铁肩背,十分亲热,香衣香味,慢慢地爬进了林志兰药湖围城的圆圈之中。 张无忌盲将一根竹筒放在圆圈的缺口外,提起竹棒,轻轻在银棺血蛇的尾上一拨,那蛇行动快如电闪,众人只见银光一闪,那蛇已钻入了竹筒。 金关血蛇跟着野药钻入,但竹筒甚小,只容得一蛇,金关血蛇无法再进,只急得呼呼而叫。 张无忌用竹棒将另一根竹筒拨到金关血石身前,那蛇便也钻了进去。 张无忌盲取过木塞,塞住了竹筒口子。 自那对金银血蛇从洞中出来,众人亦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,直到张无忌用木塞塞住竹筒,个人才不约而同地须了口长气。 张无忌道,请拿几桶热水进来,将地下洗刷干净,不可留下灵芝兰的毒性。 六名女弟子忙奔倒除下烧水,不多时便将地下洗得片尘不染。 张无忌吩咐吩咐紧闭门窗,又命众人取来雄黄、明凡、大黄、甘草等几位药材,捣烂成墨,扮以生石灰粉,灌入银棺血石竹筒之中。 那蛇邓时呼呼呼地叫了起来,另一桶中的金蛇也呼叫相应。 张无忌拔去金蛇竹筒上的木栽,那蛇从竹筒中出来,绕着银蛇所聚的竹游走竖闸,壮肾焦急,突然间急窜上床,从无辜的棉被中钻了进去。 何太冲大惊,啊的一声叫了出来,张无忌摇摇手,轻轻揭开棉被,只见那金棺血蛇正张口咬住了五孤左足的中指。 张无忌脸露喜色,低声道,夫人,身中这金银血蛇之毒,现下便是要这对蛇儿吸出他体内的毒质。 过了半入乡时分,只见那蛇身子肿胀,粗了极有一倍,头上金色肉罐更颤然声光。 张无忌拔下银蛇所居竹筒的木栽,银蛇急从床上跃下游进竹筒,口中吐出毒血为那银蛇。 张无忌道,好了,每日这般吸毒两次,我再开一张消肿补序的方子,十天之内便可痊愈。 何太冲大喜,将张无忌让到书房,说道,小兄弟神乎其迹,这中间的缘故还要请教。 张无忌道,据书上所在,这金冠银冠的一对血蛇,在天下毒物中名列第四十七,并不算是十分厉害的毒物,但有一个特点,信喜食毒。 什么皮霜,鹤顶红,孔雀胆,郑九等等,无不喜爱。 夫人窗外的花圃之中,种了灵芝兰,这灵芝兰的毒性可着实厉害,竟将这对金银血蛇给引了来。 何太冲点头道,原来如此。 张无忌道,金银血蛇必定雌雄共居,是才我用雄黄等药备制那银棺雌蛇。 金冠雄蛇为了救他伴侣,便到夫人脚趾上吸取毒血香味。 此后,我再用药物整治雄蛇,那雌蛇也必定去吸取毒血,如此反复施违,便可将夫人的体内毒质去尽。 说到这里,想起一事,这对血蛇最初却何以去咬夫人脚趾,其中必定另有缘故。 一时想不明白,也就不提。 当日,何太冲在后堂设着宴席,款待张无忌于杨不悔。 张无忌心想,杨不悔是季晓夫的私生女儿,说起来,与峨眉派的声名有泪。 因此,当何太冲问起他的来历时,含糊其词不加名言。 过了数日,吴姑肿胀渐消,精神恢复,已能略尽饮食,张无忌便出言告辞。 何太冲苦苦挽留,只恐爱妾病况又有反复,到第十天上,吴姑已然肿胀全消。 吴姑备了一席金制酒宴,亲上张无忌道谢,请了詹春作陪。 吴姑容色虽扔憔悴,但俏理一如往昔,何太冲自是十分欢喜。 詹春趁着师父高兴,求他将苏席之收入门下。 何太冲呵呵笑道,春儿,你这府邸抽薪之计,着实不错呀。 我收了这杏苏的小子,将来自会把昆仑两一剑剑法团塌,那么他从前偷看一次又有何妨? 詹春笑道,师父,倘若不是这杏苏的偷看了你老人家使剑,弟子不会去拿它,便不会碰到张世兄。 固然,师父和五姑红服齐天,张世兄一道高明,可是这杏苏的小子,说来也有一份小小功劳啊。 五姑向何太冲道,你收了这许多弟子,到头来谁也帮不了你的忙,只有詹姑娘才立了大功。 詹姑娘既然看中那小子,想必是好的,你就多收一个吧,说不定将来倒是最得力的弟子呢。 何太冲对爱妾之言向来唯命是听,便道,好吧,我收便收他,可是有个条款。 何太冲正色道,她投入我门下之后,需得安心学艺,可不许对春儿痴心妄想,意图娶她为妻,这个我却是万万不准的。 詹春满脸通红,把头低了下去,五姑却痴痴地笑了起来,说道,哎哟,你做师傅的,要以身作则才好,自己三妻四妾,却难道禁止徒儿们婚配吗? 何太冲那句话,原是跟着詹春说笑,哈哈一笑便道,喝酒,喝酒。 只见一名小桓拖着木盘,盘中放着一把酒壶,走到席前,替个人斟酒。 那酒稠稠地微带年性,颜色金黄,甜江扑鼻,何太冲道,张兄弟,这是本山的名产,乃是取雪山顶上的琥珀蜜梨酿成,叫琥珀蜜梨酒,为外地所无,不可不多饮几杯。 哎,心下许词,却如何骗着他说出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来,此事须当缓图,千万不可急躁。 张无忌本不会饮酒,但闻到这琥珀蜜梨酒香沁心脾,便端起杯来,正要放到唇边,突然怀中那对金银血舌同时糊糊糊地低鸣起来。 张无忌心中一动,叫道,此酒饮不得,众人一争,都放下酒杯,张无忌从怀中取出竹筒,放出金关血舌,那舌尔游到酒杯之旁,探头将一杯酒喝得涓笛不胜。 张无忌将它关回竹筒,放了银关瓷蛇出来,也喝了一杯,这对血舌互相依恋,单放熊蛇或是瓷蛇,绝不远去,同时十分逊善,但若双蛇同时放出,那不但难以捕捉回归竹筒,说不定还会暴起伤人。 五姑笑道,小兄弟,你这对蛇儿会喝酒,当真有趣得紧。 张无忌道,请命人捉一狗子或是猫儿过来。 那小黄英道,是,便要转身退出。 张无忌道,这位子子等在这里别去,让别人去捉猫狗吧。 过了片刻,一名仆人牵了一头黄狗进来,张无忌端起和太冲面前的一杯酒,灌在黄狗的口里,那黄狗悲费几声,随即七孔流血而避。 五姑吓得浑声发抖,道,酒里有毒,谁,谁要害死我们呢? 张无忌弟,你又怎知道? 张无忌道,金银血舌,洗食毒物,他们嗅到酒中毒药的气息,便高兴地叫了起来。 何太冲点色铁青,一把抓住那小黄的手腕,低声道,这毒酒是谁叫你送来的? 那小黄经得魂不覆底,颤声道,我,我不知道是毒,有毒,我从大厨房里拿来。 何太冲道,你从大厨房到这里,遇到过谁了? 那小黄道,在走廊里见到姓芳,她拉住我,跟我说话,揭开酒壶,闻了闻酒香。 何太冲,五姑,詹春三人,对望了一眼,都是怜有俱色。 原来,那姓芳是何太冲原配夫人的贴身使臂。 张无忌道,何先生,此事我一直愁愁不说,却在暗中查看。 你想,这对金银血蛇当初何以要去咬夫人的阻止,以致蛇毒传入她的体内。 显然一见,是夫人先种了慢性毒药,血中有毒,才引到金银血蛇。 从前向夫人下毒的,只怕便是今日在酒中下毒之人。 何太冲,何太冲尚未说话,突然门帘掀起,人影一晃,张无忌只觉胸口霜如底下一阵剧痛,已被人点了穴道。 一个尖锐的声音说道,一点儿也不错,是我下毒。 只见进来那人,是个身材高大的半老女子,头发花白,双目寒微,眉心间具有煞气。 那女子对何太冲道,是我在酒中下了蜈蚣的剧图,你带怎样? 五姑脸线巨色,站起身了,恭恭敬敬地叫道,太太,原来这高大女子是何太冲的原配夫人班淑贤,本是她的狮子。 何太冲见妻子冲进房来,漠然不语,只是哼了一声。 班淑贤道,我问你啊,是我下的毒,你带怎样? 何太冲道,你不喜欢这少年那也罢了,但你行事这等不分青红皂白,倘若我毒酒下肚,那可如何是好? 班淑贤怒道,这里的人全不是好东西,一股脑儿整死了,也好耳目清凉。 拿起装着毒酒的酒壶摇了摇,壶中有声,还鱼有大半壶,便满满地蒸了一杯毒酒,放在何太冲面前,说道。 我本想将你们五个一起毒死,即被这小子发掘,那就饶了四个人的性命,这一杯毒酒,任谁喝都是一样,老鬼,你来分配吧。 说着,刷着一声,拔剑在手。 班淑贤是昆仑派中的杰出人物,年纪比何太冲大了两岁,入门叫他早,武功修为,亦不在他之下。 何太冲年轻时,英俊潇洒,深得这位狮子欢心。 他们师父白鹿子因和名教中一个高手争动而死,不及留下一言,众弟子争夺掌门之位,各不相下。 班淑贤却极力扶住何太冲,两人合力,势力大增,别的师兄弟各怀私心,便无法与之相抗。 结果,由何太冲接任掌门,他怀恩感德,便娶了这位狮子为妻。 少年时还不怎样,两人年纪一大,班淑贤显得比何太冲老了十多岁一般,何太冲借口没有子嗣,便娶起妾侍了。 由于他数十年来的极威,再加上何太冲自知不适,心中有愧,对这位狮子右肩延期十分敬畏。 但怕虽然怕,嗣妾还是娶了一个又一个,只是每多娶一房妾嗣,对妻子便有多怕三分。 这时,见妻子将一杯毒酒放在自己面前,压根儿就没有违抗的念头。 心想,我自己当然不喝,五顾和春儿也不能喝,张无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,只有这女娃娃跟我们无亲无故,便站起身来,将那杯酒递给杨不悔,说道,孩子,你喝了这杯酒。 杨不悔大惊,是才眼见一条肥肥大大的黄狗,喝了一杯毒酒便急毕命,哪里敢接酒杯,哭道,我不喝,我不喝。 何太冲抓住他胸口衣服,便要强贯。 张无忌冷冷地道,我来喝好了。 何太冲心中过意不去,并不接口。 班淑贤因心怀度议,是以下毒想害死何太冲最宠爱的五姑,眼见得手,却给张无忌从万里之外赶来救了。 对这少年,原是极为憎恶,冷冷地道。 你这少年古里古怪,说不定有解毒之药,若是你来带喝,一杯不够,须得将毒酒喝干净了。 张无忌眼望和太冲,盼他从旁说几句好话,哪知他低着头尽是一言不发。 詹春和五姑也不敢说话,生怕一开口,班淑贤的怒气转到自己头上,这大半壶毒酒便要灌到自己口中。 张无忌心中冰凉,暗想,这几人的性命是我所救,但我此刻遇到危难,他们竟袖手旁观,连求情的话也不说半句。 便道 詹姑娘,我死之后,请你将这个小妹妹送到坐网崩塌堤的那里,这事能办到吗? 詹春眼望师父,何太冲点了点头,詹春便道,好吧,我会送她去。 心中却想,昆仑山横更千里,我怎知坐网崩在哪里? 张无忌听她随口敷言,显无丝毫诚意,知道这些人都是凉薄之辈,多说也是枉然,冷笑道。 昆仑派自居武林中名门大派,原来如此,何先生,取酒给我喝吧。 何太冲一听,心下大怒,又想须得尽快将她毒死,妻子的怒气便可早些平息,免得她另生毒气,害死无辜。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,谢迅的下落也不暇理会了,当即提起大半壶毒酒,都灌进了张无忌口中。 杨不悔抱着张无忌身子,放声大哭,班淑仙冷笑道,你医术在今,我也叫你救不得自己。 伸手又在张无忌兼备要挟多处穴道上补上几指,倒转见饼,在何太冲、詹春、武姑、杨不悔自然身上各点了两处大穴。 说道,两个时辰之后,再来帮你们。 他点穴之时,何太冲和詹春的动也不动,不敢闪避,班淑仙像在旁侍候的碧普赫道,都出去。 他最后出房,反手带上房门,连声冷笑而去。 独久入腹,片刻之间张无忌便觉肚中疼痛,眼见班淑仙出房关门,心道,你去走了。 我一时未必便会死。 强忍疼痛,暗自运气,以谢迅所受之法,先解开身上被点的朱血,随即在自己的头上拔下几根头发,到咽喉中一阵了拨。 喉头发痒,哇的一声,将引下了毒酒,呕出了十之八九。 何太冲,河太冲,詹春等见他穴道被点后,居然仍能动弹,都是大为精。 何太冲便欲出手拦阻,苦于自己被妻子点的穴道,空有一身极高的武功,只有甘着急的份。 张无忌觉得肚中仍然疼痛,但搜肚呕长再也呕不出来了。 心想,先当托此危警,再设法出毒,于是伸手去解杨不悔的穴道,哪知班淑贤的点穴手法另有一功,张无忌一事之下解之不开,此时事事紧迫,不暇另事别班解穴手法。 当即将他抱起,推窗向外一张,不见有人,便将杨不悔放在窗外。 何太冲若以真气冲穴,大半个时辰后也能解开,但眼见张无忌便要逃走,待会儿妻子查问起来又有风波,何况让这武当派的小子赤手空拳地从昆仑派三圣堂中逃了出去,将自己忘恩负义的事迹在江湖上传扬开来,一代宗师的颜面合存,无论如何非将他劫下沙子不可。 当下深深吸一口气,便要纵身呼叫,向妻子示警。 张无忌已料到此招,从怀里摸出一颗黑色药丸,塞在五姑口中,说道:「这是一颗震披丸。 十二个时辰之后,五夫人断肠裂心而死,我将解药放在离死三十里地的大树之上,坐有标志。 三个时辰之后,何先生可派人去取,倘若我出去时失守被擒,那么反正是个死,多一个人相配也好。 这一招大出何太冲意料之外,唯一沉吟,低声道:「小兄弟,我这三圣堂虽非龙坛虎穴,但凭你两个孩子却也闯不出去。」 张无忌知他此言不虚,冷冷地道:「但五夫人所服的这颗震披丸的毒信,眼前除我之外,却也无人能解。」 何太冲道:「好,你解开我的穴道,我亲自送你出去。」 何太冲被点的是风驰和金门两学,张无忌在他天柱、环跳、大追、商曲、诸学推拿片刻,也是毫不见效。 这一来,两人君子暗幅,张无忌心道:「他昆仑派的点穴功夫确实厉害,胡先生传着我七种解开被点穴道的手法,在他身上竟全部管用。」 何太冲却想:「这小子竟会这许多推拿解穴的法门,手法怪异,当真了不起。」 狮子明明点了他身上七八处穴道,却如何半分也奈何他不得。 武当派近年来明动江湖,张三丰这老道的本事果是人所难及。 那日在武当山上,幸亏没跟武当派动手,否则定要惹得灰头土脸,他小小孩童已如此了得,老得大的自是更加厉害十倍。 他却不知张无忌自通学道的功夫学自谢逊,而解学的本事学自胡青牛。 武当派自有他威震武林的真才实学,张无忌这两项本领却和武当派无关。 何太冲见他解学无效,心念一动,道:「你拿茶壶过来,给我喝几口茶。」 张无忌不知他何以要突然在此时喝茶,但想他顾及爱妾的性命,不敢对自己施什么手脚,便提起茶壶,为他饮茶。 何太冲满满吸了一口,却不吞下,对准自己的肘弯里的清冷渊用力一喷,一条水箭笔直冲出,痴痴有声,等时将他手上穴道解了。 张无忌来到昆仑山山盛堂后,一直见何太冲为了武孤的疾病,烦恼担忧,为妻宠妾,懦弱猥琐,便似个寻常没窒息的男子。 此时初见他显现功力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 这位昆仑派的掌门,武功如此深厚,我先前可将他瞧得小了,看来他并不在鱼耳师伯,金花婆婆灭绝师太诸人之下。 我先前但见他雍诺蛮憨,没想到他身为昆仑派掌门,果然有人所难及之处,这道水箭若是喷在我脸上胸口,历时便需送命。 何太冲将右臂转了几转,解开着自己腿上穴道,说道,你先将解药给他服了,我送你平安出谷。 张无忌摇了摇头,何太冲急道,我是昆仑掌门,难道会对你这孩子失心? 倘若独性发作,那便如何是好? 张无忌道,毒性不会变发。 何太冲叹了口气,道,好吧,咱们悄悄出去。 两人跳出窗去,何太冲伸直在杨布鬼的背心上轻轻一浮,瞪时解了他的穴道,手法清零无比。 张无忌好生佩服,眼光中流露出轻痒的神色来。 何太冲懂得他的心意,微微一笑,一手斜着一人。 绕到三圣堂的后花园,从侧门走出。 那三圣堂前后共有九进,出了后花园的侧门,经过一条曲曲折折的花镜,又穿入许多厅堂之中。 但见乌雨点缅,门户覆叠,若不是何太冲带领,张无忌非迷路不可。 就算没昆仑派弟子拦阻,也未必便能闯出去。 一离三圣堂,何太冲右手将杨不悔抱在壁弯,左手拉着张无忌展开轻弓向西北方急行。 张无忌给他带着,身子轻飘飘的,一跃便是仗雨。 但觉风声呼呼在耳略过,万似凌空飞行,这一来,对何太冲和昆仑派的尽重之心又赠了几分。 自知腹中独至未尽,伸左手从怀里摸出两粒解毒药丸,咽入肚中,这才宽心。 正行之间,忽听一个女子声音叫道,何太冲,何太冲,你给我站住了。 这声音顺风传来,似乎极为遥远,又似便在身旁,正是班淑贤的口音。 何太冲,唯一迟疑,当即立定着脚步,叹了口气,说道,小宗帝,你们两个快些走吧,那人追赶而来,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。 张无忌心想,这人带我还不算太坏,便早,何先生,你回去便是,我给五夫人服侍的并非毒药,更不是什么正披丸,只是一枚润喉止咳的丧被丸。 前几日,不回妹妹咳嗽,我治了给她服用,还多了几丸在身边,不免吓了你一票。 何太冲又惊又怒,又是宽心,何道,当真不是毒药。 张无忌道,五夫人自我手中救活,我怎能又下毒害她。 只听班淑贤呼叫不绝,何太冲,何太冲,你逃得了吗? 声音又近了些。 何太冲,所以带张无忌和杨不悔逃走,全是为了怕爱妾毒发不治。 这时,却知五孤所福并非毒药,原来是上了这小子的大当,不禁怒不可遏,啪啪啪啪四个耳光,只打着张无忌双颊肿起,满口都是鲜血。 张无忌心下大悔,我好糊涂,怎能告知她真将,这一下我和不悔妹妹可都没命了。 见她,第五掌又打过来,盲使一招武当长拳中的稻齐龙,往她手掌银击过去。 这一招若由于连舟等人使出来,原是威力无穷。 但张无忌只学到一点肤浅皮毛,如何以之抵挡昆文派掌门的招式。 何泰冲侧身掠过趴的一掌,打在张无忌右眼之上,只打着她眼睛立时肿起。 张无忌早就知道自己本领跟她差得太远,一招无效,索性垂手立足,不再抗拒。 何泰冲却并不因她不动而罢手,仍是左一掌右一掌的打个不停,她掌上并未运用内力,否则一掌便能将她震死了。 但仍然而是如此,每一掌都打得张无忌头昏眼花疼痛不堪。 他正打得起劲,班淑贤以率领两名弟子追到,冷冷地站在一旁。 班淑贤见张无忌并不抵御,未免无趣,说道:「你去打那女娃子试试。」 何泰冲身形血转,啪了一声,打得杨不悔一个耳瓜子。 杨不悔吃痛,正是哇哇大哭。 张无忌怒道:「你打我变了,何必又欺误这个小女孩?」 何泰冲副理,身掌又给杨不悔一架,张无忌纵起身来,一头撞在她怀中。 班淑贤冷笑道:「人家小小孩童尚有情义,哪似你这等无情无义的薄信之徒?」 何泰冲听着妻子的击刺之言,满脸通红,抓住张无忌后颈,往外丢出,喝道:「小杂种,借你的爹娘去吧。」 这一下,使上了真力,将她头颅对准的山边的一块大石摔去。 张无忌身不由主地急飞而出,顷刻间头盖并要撞上大石,脑僵蹦裂。 墨地里,旁边一股力道飞来,向张无忌一引,把他身子踢着直立,带在一旁。 张无忌惊魂未定,站在地下,眯着一对肿得老高的眼睛向旁瞧去,只见离身无耻之处,站着一位身穿白色粗布长袍的中年书生。 班淑贤和何太冲相顾骇然,这书生何时到达,从何处而来,事先绝无知觉,即使他早就躲在大石之后,以自己夫妇的能力,又怎会不及发掘? 何太冲,是才提起张无忌志向大石,这一智之力,少说也有五六百斤,但那书生长袖一卷,遍及消解,将张无忌待在一旁,显然武功其高。 但见他月摸四十来岁年纪,相貌俊雅,只是双眉略向下垂,嘴角边露出几条深深皱纹,不免略在衰老凄苦之降。 他不言不动,神色漠然,似乎心迟远处,正在想什么事情。 何太冲咳嗽一声,问道,阁下是谁,为何横家插手,前来干预昆仑派之事? 那书生淡淡地道,两位便是铁琴先生和何夫人吧,在下杨潇。 他杨潇两次一出口,何太冲,班淑贤,张无忌三人不约而同,啊的一声呼叫。 只是张无忌的叫声中充满了又惊又喜之情,何氏夫妇却是惊怒交集。 直听得刷刷两声,两名昆仑女弟子长剑出鞘,道转剑柄,递给师父师母。 何太冲横剑当父,摆一招雪雍兰桥事。 班淑贤,剑尖斜指向地,是一招木叶萧萧,这两招都是昆仑派剑法中的惊傲,看来轻描淡写,随随便便,但其中均服下七八招灵力知己的后招。 同时,两人都已将内力运上右臂,只需手腕一抖,剑光暴涨,历时便可伤到敌人身上七八处要害。 两人此时劲敌当前,已于剑招中使上了毕生所觉。 杨潇却似浑然不觉,但听张无忌那一声叫喊中充满了喜悦,微觉奇怪,将他脸上一撇,这时张无忌满脸鲜血,鼻肿木青,早给何太冲打得不成样子。 但满心欢喜之情,还是在他难看知己的脸上流露出来。 张无忌叫道,你,你便是名叫了光明左使者,杨潇杨伯伯吗? 杨潇点了点头,道,你这孩子怎知道我姓名? 张无忌指着杨不悔,叫道,他便是你女儿啊。 拉过杨不悔来,说道,不悔妹妹,快叫爸爸,快叫爸爸,咱们终于找到他了。 杨不悔睁眼孤溜溜地望着杨潇,九成道是不尽,但与他是不是爸爸却也并不关心,只问,我妈呢,妈妈怎么还不从天上飞下来? 杨潇心头大震,抓住张无忌肩头,说道,孩子,你说清楚些,她,她是谁的女儿,她妈妈是谁? 她这么用力一抓,张无忌的肩骨咯咯直响,痛到心底。 张无忌不肯示弱,不愿呼通,但终究还是啊的一声叫了出来,说道,她是你的女儿,她妈妈便是峨眉派女侠纪晓夫。 杨潇本来脸色苍白,这时更加没半点血色,颤声道,她,她有了女儿,她,她在哪里? 王府身暴起了杨不回,只见她被何台冲打了两掌后,面颊高高肿起,但眉目之间,婉然有几分纪晓夫的俏力。 正想再问,突然看到她紧重的黑色丝迪,轻轻一拉,只见丝迪镜头截着一块铁牌,牌上金丝露出火焰之琴,正是她送了纪晓夫的名叫铁验令,这一下再无怀疑,紧紧搂住了杨不回,连问,你妈妈呢,妈妈呢? 杨不回道,妈妈,到天上去了,我在寻她,你看见她吗? 杨潇见她年纪太小,说不清楚,眼望张无忌,义事询问,张无忌叹了口气,说道,杨伯伯,我说出来你别难过,纪姑姑被她师父打死了,她临死之时。 杨潇大声喝道,你骗人,你骗人! 只听着嘎的一声,张无忌左臂上的骨头已被她捏断了,咕咚咕咚,杨潇和张无忌同时摔倒,杨潇右手仍是紧紧抱着女儿。 何太冲和班淑贤对望一眼,两人双剑齐出,分别止住了杨潇咽喉和眉心。 杨潇是名叫的大高手,威名素助,班淑贤和何太冲两人的师父白鹿子死在名叫中人的手里,真凶是谁? 虽不确知,但昆仑派众途门一向都猜想就是杨潇。 何氏夫妇跟他莫得相逢,心中早已如十五只吊风打水,七上八下。 哪知他竟突然晕倒,当真是天赐良机,历时便出手制住了他要害。 班淑贤道,斩断他双臂再说。 何太冲倒,是,这是杨潇物资未醒。 张无忌断臂处剧痛,只疼得满头大汗,心中却始终清醒,眼界情势危急,足间在杨潇头顶的百惠穴上清清一点。 百惠穴和脑斧相关,这么一阵杨潇立时行转,一睁开眼,但觉寒气僧僧,一把长剑的剑尖抵住了自己眉心,跟着青光一闪,又有一把长剑往自己左臂上斩落。 大药出招挡架,为事已然不及,何况班淑贤的长剑制住了他眉心要害,根本便动弹不得,当下一股真气运向左臂。 何太冲的长剑斩上他左臂,突厥剑尖一溜,斜向一旁,剑刃尽不受力,宛如斩上了什么又滑又刃之物,但白袍的衣袖上鲜血涌出,还是斩伤了他。 便在此时,杨潇的身子猛然间贴地向后滑出仗鱼,好似有人用绳附住他的头颈,以快讯无伦的手法向后拉扯一般。 班淑贤的剑尖本来抵住他的眉心,他身子向后急滑,剑尖便从眉心经过鼻子、嘴巴、胸膛,画了一条长长的血痕,深入数分。 这一招实是极险,倘若班淑贤的剑尖再深的半寸,杨潇已是惨遭开膛抛腹之祸,他身子滑出,立时便直挺挺地站直。 这两下动作本来全是绝不可能,但见他膝部曲,腰部弯,陡然滑出,陡然站直,便如全身装上了肌阔弹簧。 而身子之僵硬怪鬼,又和僵尸无异。 杨潇身刚站起,双脚踏出,嘎嘎两响,和氏夫妇双剑断折。 他两脚出脚,虽有先后,但迅如电闪,便似同时踏出一般。 以何太冲和班淑贤剑法上的造诣,杨潇武功再强,也绝不能一招之间便踏断二人兵阵。 只是他招数怪异,与重伤之语,突然脱身反击,和氏夫妇惊骇之下,尽不及收剑。 杨潇跟着双足踢出,两笔箭上折下来的箭头击飞而起,分向两人飞去。 和氏夫妇各以半截长剑挡戈,但觉虎口一震,半身发热,虽将箭头隔开,却已吃惊不小,急忙抽身后退。 一战西北,一战东南,虽然手中君子剩下半截断剑,但阳剑指天,阴剑向地,两人双剑合臂,使的是昆仑派两仪剑法,心中虽然黄疾,却仍是弃定神贤,端宁若山。 昆仑派两仪剑法成名垂数百年,是天下有名的剑法之一,和氏夫妇同闻学艺,从小练到老,经术无比。 昆仰曾和昆仑派数度大战,直到这剑法的厉害之处,虽然不惧,但只要击败二人,非在数百招之后不可。 此刻心中只想着季晓夫的生死,哪有心情争斗? 何况,壁上和脸上的伤势均是不轻,若是流血不止,也着实凶险,于是冷冷地道。 昆仑派越来越不长进了,今日暂且罢手,日后再找贤抗里算账。 左手仍是抱着杨不悔,伸右手拉起张无忌,也不见他提足抬腿,突然之间倒退杖鱼,一转身,已在树杖之外。 何氏夫妇相顾骇然,好不容易这大魔头自行离去,哪里敢追? 杨潇带着二小,一口气奔出树里,忽然停住脚步,问张无忌道。 杨小夫姑娘到底怎样了? 他奔得正极,哪知说停便停,身子便如钉在地下一般,更不一动半分。 张无忌收拾不及,向前猛冲,若非杨潇将他拉住,已然斧跌摔倒。 听他这般问,喘了几口气,说道,杨姑姑已经死了,你信也好,不信也好,用不着,捏断我手臂。 杨潇带上闪过一丝欠色,随即又问,他,他怎么会死的? 声音中已微淡污液。 张无忌喝下了班淑贤的毒酒,虽然已藕趣的大半,在路上又服了解毒完药,但毒质未曾去尽,这时腹中又疼痛起来,取出金关血舌,让他咬住自己左手食指吸毒, 以便将如何拾得纪晓夫,如何替他治病,如何见他被灭绝师太击毙的情犹依依说了。 待着说完,金关血舌也已吸尽了他体内的毒质。 杨潇又细问了一遍纪晓夫临死的言语,推泪道, 灭绝厄尼是逼他了害我,只要他肯答应,便是为峨眉派立下大功,便可继承掌门人之位。 嗨,小妇啊小妇,你宁死也不肯答应,其实,你只需假装答应,咱们不是便可相会,便不会丧生在灭绝厄尼的手下了吗? 张无忌道,姬姑姑为人正直,她不肯按下毒手害你,也就不肯虚言欺骗师父。 杨潇欺然苦笑,道,你倒是小妇的知己,岂知她师父却能痛下毒手取她性命。 张无忌道,我答应姬姑姑将不悔妹妹送到你手。 杨潇身子一颤,道,不悔妹妹,转头问杨不悔道,孩子,乖宝贝,你姓什么,叫什么名字? 杨不悔道,我姓杨,名叫不悔。 杨潇仰天长笑,只震得四下里,木叶速速乱落,良久方觉,说道,你果然姓杨,不悔,不悔。 好,小妇,我虽强必于你,你却没懊悔。 张无忌听杨潇夫说过二人之间的一段孽缘,这时眼见阳霄,英俊交杂,年纪虽然稍大,但仍不视为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。 笔之志气犹存的阴离亭六叔,只怕当真是更令女子倾倒。 杨潇夫被逼失身,终止对他亲心相恋,须也怪他不得。 依他此时年纪,这些情犹虽不能全然明白,却也隐隐约约地想到了。 杖无忌,左臂断折,疼痛难熬,一时找不到结骨和止痛的草药,只得先行结上断骨,踩在些消肿的草药敷上,折了两根树枝,用树皮将树枝绑在壁上。 杨潇夫见他小小年纪,单手接骨智商,手法十分熟练,微觉惊讶,张无忌绑扎完毕,说道。 杨伯伯,我没父,既姑姑所托,不悔妹妹,已找到了她爸爸,咱们就此别过。 杨潇道。 你万里迢迢,将我女儿送来,我岂能无所报答? 你要什么,尽管开口便是,我杨潇做不到的事,拿不到的东西,天下只怕不多。 张无忌哈哈一笑,说道。 杨伯伯,你推也把既姑姑瞧得低了,网子叫她为你送的性命。 杨潇脸色大变,喝道。 你说什么? 张无忌道,既姑姑没将我瞧低,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,若是我有所求而来,我这人还值得托付吗? 他心中在想,一路上不悔妹妹遭遇了多少危难,我多少次以身相待,倘若我是贪力无益的补小之徒,今日你妇女焉得团圆。 只是,他不惜自罚功劳,一句也没提途中的诸般困恶,说了那几句话,躬身一依,转身便走。 杨潇道,且慢,你帮了我这个大忙,杨潇自来有仇必报,有恩必报,你随我回去,一年之内,我传你几门天下罕有敌手的功夫。 张无忌亲眼见到他踏断和氏夫妇手中成见,武功之高,江湖上时事少有其匹,便指学到他的一招办事,也必大有好处。 但想起,太师傅曾尊尊告诫,绝不可和魔教中人多有来往,何况他武功再高,怎急得上太师傅,更何况自己已不过再个半年寿命,就算学得举世无敌的武功,又有何用? 当下说道,多谢杨伯伯垂青,但晚辈是武当弟子,不敢另学别派高招。 杨伯伯,杨伯,欧的一声道,原来你是武当派弟子,那殷黎庭,殷六侠。 张无忌道,殷六侠是我师叔,自先父逝世,殷六叔待我和亲叔叔没有分别,我受季姑姑的嘱托,送不回妹妹到昆仑山来,对殷六叔可不免,不免心中有愧。 杨伯和他的目光一接,心下更是惭愧,右手一摆,说道,杨某,深感大德,愧无以报。 即是如此,后会有期。 身形晃动,已在树杖之外。 杨伯伯大叫, 无忌哥哥,无忌哥哥。 但杨伯展开轻功, 亲客间已奔得甚远, 那无忌哥哥的呼声渐渐远去, 终于叫声和人影俱咬。 第十四回 完 第十四回